还要来关心冰岛有患者传出体内同时发现了两种新冠病毒 其中第二株是原始病毒的变异种 这很有可能是全球首例的双重感染患者 根据冰岛媒体24号的报道 在冰岛当地有一间生物制药公司的执行长证实 在一位患者的身上同时发现了两种新冠病毒 其中第二株是原始新冠病毒的变异种 如果结果证实那就代表这个病毒在变异之后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具有传染性 但也不排除是一个偶发个案